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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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酸 這個玩皇室戰爭好一陣子了嘛 偶爾會在網路中看到大家 Po一些皇室戰爭出現的小BUG 滿有意思的 那想不到呢,今天也讓我遇到了 結果不知道是余大師裝死呢? 還是,余大師被 崔劍哥布林玩壞了 就是這一個 在這個 最近哥布林死去的時候 於是 余大師就直接卡在橋頭 非常的奇妙 然後我 因為我有點看傻了 所以我很想測試一下他還可不可以動 所以我這邊就 我已經不管會不會勝敗了 我比較好奇的是這個余大師到底不會動 就事實上證明他還是可以動 就是卡在這個橋頭邊 上次分享的這套卡組 那有人在這個留言區 塔米高跟我們分享這套叫做鬥角套 那這個鬥角套呢 就有觀眾留言說 對上天狗可能不太好打 就是因為這個牌組裡面就 公主啊 然後崔天哥跟蝙蝠 所以在 對上對方有法術的情況下 空軍確實有可能是這套 比較難以處理 要棘手的 那我們今天就剛好來看一下這個有達到天狗 然後今天會分享的兩場卡組 因為剛好剛剛對到了兩隻天狗 兩次天狗 稍微都有點小變形 那我覺得可以 參考一下這個 我的解法 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是也歡迎大家一起討論嘛 那至少以結果論來說呢 是這個有順利拿下來 那因為是透過回放解說的方式呢 我也比較可以這個 專心的來分享 那右邊這個黃巨仙出來 然後看到對方這個 地獄龍下來 我們自己就直接用 這個 吹劍哥來處理 那因為處理完之後呢 順利的話 可能可以再進行一次進攻 但我這邊看到他墓碑下來 心中就有個底了 就應該是 呃 天狗沒錯 那 這一波因為他的 墓碑有被我的吹劍哥掃到兩下 所以其實是建築物拆掉的情況 我就果斷直接讓 呃 超齊上去 因為通常天狗他會帶的 地面單位就沒這麼多 那如果是 呃 對方有出這個 野蠻人的話 也不至於有太大的損傷 就可以換一點東西回來 而後面又有跟蝙蝠 好 那這邊一樣用公主 好來處理掉這個 亡靈 這波就要稍微思考一下啦 在手牌上全部都是 就是這個 比較小廢型的 生物啊 可能很可能會一波就被 對方的法術給掃到 所以看到他這個天狗出來 我們直接果斷走左路 然後用 呃 崔劍哥先優先處理 這個地獄龍 好 那地獄龍同時呢 也下手邊 反正我就是要優先先解掉 對方的地獄龍就對了 那天狗其實沒有 這麼大的壓力 好 那這裡用 波羅軍團來稍微拉扯一下 可能 這個三費 又可以換到對方的三費出來 其實是還不錯的 好 那這裡 一樣我們這裡再換一次 法術出來的同時 然後 飛桶跳下去 267滴 108滴 其實右邊基本上是已經打掉 好 那 等對方 這個 天狗層底 直接左路是先走一個 呃 皇家巨人 好 那 右邊其實也是想說 因為我這套是沒有法術的嘛 所以 崔劍哥右路先去把對方塔點掉 那這裡一樣是公主先下 然後再一套超騎去把這個 亡靈給引走 那左邊的地獄龍不用理他 呃 右塔是一定會被球撞到了 但沒關係 不要被 鑑魚掃到就好 就是崔劍哥的位置 一樣照下 然後就 只要把球解掉 這個塔沒事 然後這裡 飛桶就可以再跟上一次 呃 皇家巨人 好 這波的這個中路打 其實威脅性就會很高 好 那這一波對方換了一堆東西回來 在一個 對空 法術很有限的情況下呢 直接果斷的 換上了超騎 好 踩下去 好 這波就直接有踩到塔 這個被球撞一下 還不至於爆掉 而且 這邊可能算是利用 這個球的一個時間差 一個球 頂多撞到兩下 一流下來的炸彈 可能會爆開 但這個時間足夠我們在 這個 地面的單位先進行一個 換血的動作 所以比較算是換塔的打法 好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另外一場的 打Tingle的組合 然後另外一個打Tingle的 這個卡組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這一套就是帶 野蠻人軍團的 然後沒有小亡靈 然後法術的話 是火球跟小閃 剛剛算是差一點啦 就 完全不能猶豫 這個超級一猶豫的話 這個塔撞進來 攻擊上是來不及的 這邊飛桶先丟出去之後 這邊換一個小閃回來 看到墓碑 心中又有一個敵了 就 八成應該是 天狗 那這裡先不選擇出 吹劍哥 也是想說 對空的單位 本身就是有限嘛 所以 直接沉底一個超級 然後後面跟蝙蝠先試打一波看看 那在建築物拆掉的情況下 我這邊應該會選擇 OK 右路應該會打一個 右路應該會打一個 皇家巨人 好 拿對方左邊 天狗回來 我們這邊這個 吹劍哥還是要保一下 所以 骷髏軍團先拉著 然後右路繼續給壓力 小閃出來了 左邊就可以 比較安心的用 兩費蝙蝠來去解 左邊 天狗 那這裡一樣是吹劍哥下來 優先解球 這個被撞個一下 是可以接受的 其實這樣換下來 雙方血量換的是差不多 就 當對方天狗沉底的時候 這套是要馬上去給壓力的 不然 對方濃一波下來 這套是沒得打 好 對方一樣用一次墓碑下來 那這裡 我們就走慢一點 就是公主往右邊走 好 然後聖水加倍階段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這個 更積極一點的去進攻 好那這一波 因為對方只有 我們可以看一下喔 右邊的公主 還是會想要保一下 好然後直接朝主塔進攻 因為右邊是一定守不住的 應該左邊一定是守不住的 就 乾脆就不理 然後 我左邊的這個崔劍哥沒有下好 位置不是很好 所以被 中甲王林拍掉 有點可惜喔 那現在就是場邊 留了兩隻 公主下來 如果他只要 先 下了這個 地獄龍 來吸公主的話 我馬上就一樣會 下這個 皇家巨人給壓力 好 那他這邊是直接抓一個中路的位置 然後我一樣繼續保公主 都給他處理 那保完之後呢 直接再出 超級 盡量不要有 給他喘息的空間 去農一波 大波的單位 好那這邊一樣是 中路直接下墓碑 防止我直接中路出 這個 皇家巨人 好那我這邊就兩邊 兩邊沉底 左邊也公主 好在這裡知道他中甲王林要拍 但是還是下了慢一點的 比較可惜一點 好那這裡就 稍微換一下 然後重新組織一下 好這裡 球進來 好會被撞一下 但沒關係 因為墓碑這邊已經離開了 我這邊是一個很好的進攻機會 然後這裡直接 中路一樣再一次的 這個皇巨已經鎖到塔 好這邊 這樣一波就 反手成功 好那這個兩場都可以看到 就是 這套對上天狗的時候 都是在 對方天狗嚇出來的時候 在反路給一個 皇家巨人的進攻 就讓他的天狗 屬於一個落單的狀態 因為 這個 他天狗一下出來 後面不跟東西 這個天狗是沒有辦法 給很大的傷害 但是 另外一路透過他不解 他也是要被爆一塔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盡量再反路施加壓力 然後用最小的費用 不論是 蝙蝠還是 吹箭哥布林 去解他這個天狗 即使可能要 抱他 可是也要用 換塔的方式來處理 好 那 這個我們今天這個 剛好天狗 我剛打到兩場 然後也剛好看到觀眾 有人在提問 所以就想說來分享一下 那如果大家有對這個 這套 我這套應該會在這一季 盡量用這一套去上分 所以 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來研究這一套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 也可以留言給我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 按讚並按鈕 小鈴鐺 我是阿松 我們再見啦 拜拜